躲避霞,中国的鲜板那,清澈见底的溪水,漂浮着小牧船,这样的人间圣地,怎么守得错过,此行总有一种感觉,期待只有躲避霞,第一天,不愿平就想开胃菜,提提胃口,第二天煮菜躲避霞,含畅淋漓,第三天狮子观餐后甜点,加一口甜蜜,增加满足感,事实是这样的, 开胃菜有心寡得隆重,体力透支比较大,吃的当然也是美美的,煮菜来得太艰辛,却值得等待,值得辛苦,总想多吃一口,意犹未经最为恰当,餐后甜蜜撑得真经典,一道浮桥香茜,行走在藤年凉绕的鲜性,开成完美,开胃菜,陆远平,陆远平,一个绿大峡谷更加纯粹的地方, 要走很多很多的山路台阶,才可以到达的世外桃源,陆远平是个低调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真的不能够触及它的美,得到的那一刻,也真会有值得的欣慰, 关于路线,分A线和B线,这个的区分在于A线辛苦下,爬一座小山,可以看到三个瀑布,山间的战道,处处清幽,记得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有多美, 我是曾经是摄影业余选手,现在居然演化成了拍照业余选手,水平的下降真可恶是突飞猛退,我想,我娜娜姐这个锅必须背,她是不准许我退步的人,可没有她在身边,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成功沦落为大妈及手机摄影团团圆,家图制造商, 最喜欢这些女子连般的感觉,从现在开始,不提水平问题,这山间的绿色,就像少女脸上的胶原蛋白,怎么看都好看, 苔藓,哦,我对苔藓是有成见的,春天,宝贝出去玩,挖回来一块石头,不满苔藓,还有一些苔藓会要养着,几天后,我发现花盆里面有好多油盐幼虫, 现在想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所以,夜外的绿色看看就好,千万不要带回家,沙柄上的初步,全部好拍摄的角度,也不足以成为壮观, 小伙伴们在吸血,牢骚身体的疲惫,我想,也还好吧,出来玩,要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心情可以主导眼前的世界,这里有个笑话,外路看到一位开发景区的大哥, 聊着景区的修建,聊到啥时候收门票,我硬盖着,对,结果人家玩笑,要我第一张门票,不算机智的我说,人家有儿子吗? 嘻嘻哈哈的结束,走了一道拐弯,居然听到大哥在喊刚才的玩笑,我去,快跑,这一张要不要给个赞,好喜欢这个棕榈叶, 其实,这条线的瀑布真的值得怀疑,我一路看着有管线,只是猜测吧,有水的山路走着有期待, 一心记得几年前和爸爸爬山,每到一个小瀑布就休息一会,接连不断的小瀑布,驱赶了一路疲惫, 来到这个瀑布前,觉着拍照的涮哥蹲下来,还没有按快门,就被他的指头指着屏幕指点,哎呀呀,感觉不到提升了,眼眠而泣,要和闭闲混合了, 大沙深入有人家的真实存在,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可以这样轻轻静静地开一家客栈, 看不往的人,听他们的故事,就像玉谷村咖啡店的姐姐一样, 时不时的不务正夜流浪一段时间,让相见变成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缘分, 从山顶沿着峭壁站道走到终极腹部,普看,腿有点软, 这山剑,谈不上有多美,带绝对的眼吧,来自地都,我是不该醉养才对得起,这郁郁冲冲, 台阶下到酸爽,终于来到了传说的录影坛,沙体构造一段很为主, 小伙伴们在玩弄着瀑布,有喝水的,有导流的,有拖着的,有当背景的, 我还是先看看周边吧,角度总是不一般的我,也遇上了生命,有爱在, 这颗小草拍得很不错吧,自我满足中,不接受反驳, 录影弹正面照,我也挖了花他,只可惜我在他面前太蜀色,不贴图,不解释, 看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在南京,和小伙伴看吐了,真的是一次看个够啊, 第几个瀑布了,六个,七个,又要开始走战道了,不知道还有多远, 路漫漫而无边,此时,似乎也没有了期待,以为这录影弹是终极目标, 也是最后的经验,事实上,这里才是风景带的开端, 站到沿着山起修建,大部分都躲在岩壁下,岩壁被风化成流线状, 过不排斥景色里面有的人,反而会觉得有了他们才构成灵动的风景, 感谢每一位被我偷胎的帅哥美女,像不大更好的名字,的就称之为大坑吧, 可见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岩壁,刚刚参加工作那一年, 听着单位的领导将老子的上山落水, 吹智信,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懂,而在现实生活中, 或者说,在旅行中,我不断地明白了太多的东西,找到了太多的答案, 这或许就是我对旅行上演的原因吧, 岩壁生命,去年端午,在场白山第一次认真树包时, 在重庆处处可见黄爵树,在道福建, 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顽强而努力地生长, 其实,我真的不是小警,我会在自己觉得难的时候想到这些, 也会让自己在艰难的境地做到不抱怨不解释, 历练自己,就像这一团绿色,成长的次出一定有不义, 砸下根,便可成为一无小警官, 当然,他也可能是群内的一种, 眼前的警官开始让心情雀跃, 这峡谷,被灾, 而这峡谷到底是什么时期形成的, 经过了多少年的风华, 雨冲刷才形成的, 有没有远远警官的近视感, 我被那位帅哥发现了, 本来他站得高高的, 拿着相机拍摄, 姿态非常赞, 发现我后就这样了, 我也赶紧溜了, 配合一下不好吗, 你在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看你, 我咋这么肉麻呢, 恩师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 不解释, 拐过一个弯便开始了上山的路, 风景的有点短了, 还没有尽兴呢, 还是我贪心呢, 到底为什么这么绿呢, 我要求姐, 亲生, 哎呀妈呀, 路到底还有多慢呢, 能不能不再修远戏, 长成这样了, 非常感谢进景区时候, 好心大叔为了做的这根管杖, 让我的膝盖躲过一截, 让人叹息的台阶, 白山越岭, 因为景区还没有开放, 所以, 这里还不让走, 除非工人下班了, 这条路感觉比来时的老路近, 可台阶貌似真的没有来时的路级感轻松, 一千八百级, 心中的沮丧, 伤心在狂躁, 而我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 听着工人讲有机场, 游览车, 规划实现中, 未来游览的人有福了, 遥望那怪壁站道, 真心佩服设计者, 至今施工工人, 小伙伴要给我拍个照片, 让我笑一个, 我还能笑出来吗, 喘气都嫌费劲, 亲眼下挤出来的微笑, 我爸说头顶上太危险, 赶紧走开, 细思几口, 确实危险, 如履平地, 太棒了, 这上面的站道是贫路, 终于没有台阶了, 走到心碎, 眼闭生命之小粉花, 找到团队的集合地, 坐小车到大巴, 在公路边洗礼二座, 翻看图片, 聊着天, 总是等着一个多小时, 心情也非常不错, 我走在培养自己的路上, 借尽力约束自己, 任何时候保持好的心情, 不烦躁, 养性情, 我好像做到了, 耶, 夜路会认识市区, 有些怕, 这种怕来自于对夜路的恐惧, 曾经的经历告诉自己不能走夜路, 啼着一口气, 期待山路的结束, 煮菜, 躲地霞, 终于见到你, 还好我没有放弃, 八点钟出发, 从冷湿到鹤峰, 中午到达, 不知道问题具体是什么, 反正我们在县城附近等了好久, 携带我们的小汽车, 从第一辆到最后一辆, 时间正隔超过一个小时, 同车的一位姐姐一顿牢骚, 我们都知道选择户外, 就没有利IP, 可总之略显示力, 终时烦躁着一小众人, 小包车走在崎岖的山路, 石子路, 又在路边又塌房, 一路点火, 晃到内部反应强烈, 终于到了, 可是, 还要走哦, 又是一路泥泥, 下山路, 才见模糊见华米, 真的是小心翼翼, 连到河边, 必须要互相掺除, 打着, 才能动, 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摔了下, 出街躲避霞, 哎呀呀, 好美的相聚, 一种想要冲进去的冲动, 涌动于心, 船下的船很快安排了, 我们就开始了深入了解, 狭窄的河道, 是不时的撞船, 可是, 风景的美丽, 谁会在乎呢, 反正我没有, 遇到潜滩, 必须要下来走, 疯狂了, 河水接着冰凉, 刺骨太准确, 大家像俄罗斯那部地铁 进水的电影里一样, 头那一样向前冲, 真的太凉了, 踩到一块石头就缓一缓, 暖和下, 船夫, 一千元的日新, 态度很高, 可是谁能天天经受这次古的冰凉, 好直接的拿身体换钱, 生活堂制太多的不易, 这位大叔干了好久, 我想他也一定是多休息下, 快速走到下一个浅滩, 总说人生若止如初见, 可是有些人, 有些东西, 深入了解后, 会有喜欢变成爱, 正如这眼前的风景, 从宣传话, 了解到寻他而来, 触摸, 深入, 一路走来很辛苦, 这值得, 在物园面对美待的风景, 我感叹, 世界这般美好, 我怎能承诺不顾住谁, 事实上, 我要努力做到雨露均沾, 重点灵性, 船行至不可再进的地方便远路返回, 我佩服游泳的小伙伴, 也心疼惜感谢这山石膏的大姐, 看着他致力的行走在水中, 还有个雷坠包包, 善良的小光辉必须行动了, 这张照片就是大姐表示感谢, 一定要给我拍个照片, 游客照, 谁不是被这张图片勾引来的呢, 我是, 我一定要拍的, 坐在船上耍賴, 我要重型化进峡谷, 我相信船父大哥已经建立了, 不想下船了, 下船就意味着出行结束了, 我还没跟躲避下签热斗呢, 好舍不当, 很厚甜点, 狮子瓜, 对于这个景点的了解只是一张图片, 浮桥横垫在山叶绿水中, 初见, 哦, 怎么不是宣传画的真神, 沿着游览路线行走, 上了浮桥, 私家车可以通过, 太人性化了, 不过, 人性化的时间一定在倒计时, 河水绿的不够真实, 河面浮起一层雾气, 有点鲜, 我非常大念图片, 游人的点缀, 增加了故事性, 像不像活动, 机势很清澈, 小布想用手拨开那一层薄雾, 河水用着天空, 这角度改变了水的颜色, 可这枝条很惹人爱呢, 鱼群, 很假的画面, 终于找到了观景台, 四位小姑娘, 正在拿为他们的男生拍照片, 我又夜已有眉了, 找好位置, 让男生拿着手机准备好, 给姑娘们统一手势, 其实, 我看到的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我们也曾摆摆摆摆开爬, 打出他们十几岁, 完全不一样的姿态与心境, 内心其实也没有羡慕, 情书的自己也不错啊, 游戏景色喜欢多角度拍摄, 怎么看都好看, 那就剁铁几张哦, 蔓延了全身照, 顿着雪地的风景, 哎呀, 这就是顺便提到的亲属的小阿姨, 没有石粉袋, 也确实不美丽, 小伙伴拍的枝子花, 我就不拿出我的作品了, 怕比, 黏着战道继续行走, 跟团队的缺点就是必须遵守时间, 有没有行事走受剧情照的感觉, 身边的这个小男孩真心不错, 很谦逊, 一路聊得很开心, 因为路后太多, 我踢一跑一段, 追上了前面的这个女生, 我们就赶上了大部队, 山水太凉了, 所以地空水分都形成了雾气, 掀起涌动, 狮子口, 在这里坐警区车, 出警区, 遇到了墙座位, 我们坐下了, 被大姐教训他们先, 讲理是没用的, 我告诉小伙伴让他们, 我们下一趟, 可是呢, 多住一个座位, 我居然又坐回去了, 一路没有说话, 有没有看到一张猫咪脸, 我个人觉得这个属于人造景, 女儿成, 女儿成, 从赶场相亲开始, 小吃一条街, 多是腊肉腊肠, 腊肠味道很香呢, 必须买点回家吃, 这家必须吃, 和炸石湖北的特色, 豆家制作的美食, 一个人卖一本大菜, 其他都是套餐, 吃得很实惠, 味道很赞, 人均五十元上下, 随便, 粉一本是老街, 对这里了解的太少, 这景色解着实属于骨香骨色, 看到了豆皮制作, 豆皮就像面条一样煮着, 爆条肉吃, 没肚子了, 下次来湖北必尝, 这一次出行, 吃, 真的不是重点, 是没有被当作重点, 好多时候都没有安排吃饭的时间, 分享着减肥吧, 可是没有致美, 总感觉不完美, 一家皮具店的透视小景, 隆隆的皮具味道, 土家族博物馆, 蹭了导游, 感觉民族文化大气一致, 不过, 关于这个酵子, 为什么是封死的木门必须要喝菩夏, 土家族的组长, 享有他喜欢的女性的出业权, 出嫁前, 被喜欢的女性都要被抬到组长家三天, 木门是为了防止逃跑, 不知道姑娘被抬的时候, 有没有哭约过去的, 土家族婚礼服, 男士服装和糖装很像, 女生的很漂亮, 不过, 我最喜欢是土家族女人的银头室, 土家族的床, 导游说曾经的土家族成年男士, 平均身高, 1.64米, 所以这个床真的不是小, 女儿城的地交建筑, 是不是不太明白, 啥叫做妖妹儿街, 和四川有啥关编布, 其实, 女儿城没有什么历史, 是当初做农贸市场地老板收的收多了, 建议当地缺少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 开发的, 这里对于游客和当地人, 都是个游望的地方, 所以啊, 这一条街命名, 女生的而已, 炕, 世间炸的一种烹饪手法, 土豆被炕熟, 用调料搅拌, 真行好吃, 强烈推荐, 土豆城里没有土豆, 真正的土豆城一池, 在咸丰县的唐牙, 这里是被复制的, 关于复制品与真品, 对于我命无答案, 仅要了解, 一个民族的建筑与文化, 感叹四百五十年的土豆新山, 惊叹土家族建筑中隐藏的聚会, 房源流奉为每一个的蓄水池蓄水, 以为起火之用, 土豆是当地土皇帝, 最终被中央政府收复, 土豆是天性, 由金的鞋鞋而来, 鞋鞋, 有一位白姓土豆, 属土豆偏王所生, 随母姓, 不可世袭, 该子屠杀父亲及兄弟成了土豆, 因一世脉被跑姆狸猫化太子, 躲回一劫, 成人后杀回土豆城, 躲回王位, 土家建筑有精细质感, 方言上的仙鹤与凤凰, 酒精阁门前的雕塑, 没有听到讲解, 我想与门神相通, 凶神恶伤镇压来者与邪气, 酒精阁, 不认为属于脸海套房, 土豆丝与重乡极家眷居住的地方, 因在休憩, 所以没有走到拍摄全景的观景台, 没有感受到太多的震撼, 小景致也还是不错的, 带着银头式的土家族妹子, 穿越感十足, 旅行随着时间的滴滴答答接近卫生, 而这道技时中的花快定格了一切美好, 乐视说世界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套有自卫与歌式, 世界本没有那么多欢乐与美好, 创造的人多了, 世界陪着帮古彩温城, 感谢这两位小伙伴, 土思成, 再见, 阿诗, 再见, 古北尔, 再见,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